這個好像開太快被測速照相拍到 那時候無聊都開船去學到三個 就早上開過去網子放一放,就去上學了 下課了就去收網子,然後收一收再把東西拿去澎湖的漁市場賣,海產街 然後晚上就有錢可以喝酒 開去澎湖其實很簡單,你就夕陽掉下去的時候慢慢開過去,朝夕陽掉過去那個方向 然後再來開天黑了,澎湖的燈就點起來,就插過去就到了 然後那是他們的花火節,這個有時候迷航的時候你就停在那裡,看到煙火放起來,澎湖在那裡 因為我的船沒有衛星,那時候沒有,我開小船過去 然後這是我們抓的魚,我這個是好像是罵老師,然後就抓很多魚 那時候請假,請了一個多月了吧,然後那時候人家在抓烏魚 然後人家突然打電話跟我說有烏魚了,問我要不要回去 然後我就要跑掉,然後老師就把我書包抓著,那時候讀高中 他說你在跑掉我就報那個,因為翹課三天不是會被申報嗎 然後我們老師一直壓著沒報我,然後我就很不爽,我就跟老師講說 你不要讓我抓到魚,我抓到魚你要做一年 然後那一次回去就抓兩萬八千多條的烏魚吧 然後網子搭不起來,我的船載不下去就別人幫我在 然後隔天就上報紙,我同學又跟老師說,你要做好幾天的 這個是...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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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生物的同學會不會殺了我,我都在破壞海洋生物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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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年在淡水,因為... 我常常買... 就是... 台灣各地買船嘛 然後去年在淡水買了一艘船沒有跟我們媽說 然後就從... 叫我同學偷偷把網子寄上來 然後在淡水外面,欸... 怎麼有這個東西 就不小心抓到一堆白艙 然後就拿回養殖廠殺一殺送一送 然後同學,他們就說自己殺自己哪 然後這個... 我覺得白艙生命力很強,他被鯊魚咬掉,然後還可以捕這樣 然後又被我抓到 然後... 抓螃蟹 今天沒有帶,不然可以大家一起分享 下次有機會 這... 這好像是烏魚吧 喔... 這... 就... 窮學生沒有錢買早餐 這是我的早餐 真的...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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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這個口袋跟我換嗎 喔... 所以我好像在抓蝦子吧 喔... 海上畢業典禮 因為沒辦法畢業,所以自己畢業 我學分還差很多 大陸交換學生,學分不承認 喔... 這是我們那邊的海 雲林的外山頂走 喔...這個...消失的燈塔 他... 每年沙灘就一直不見 一直不見 然後燈塔就會一直掉到海裡面去 喔... 這也是蝦子 喔...這我弟 他會暈船 可是他很喜歡跟我去捕 然後我每次都帶他去幼魚 來... 趕緊湊頭的 哈哈... 喔...這個... 我們捕魚的時候我們是用手拉網子 喔...我們沒有用騎網機 大概就這樣 然後這是外來種的魚啊 這是鴻骨 喔... 這是在大陸交換 跟他們一起去捕 喔... 在大陸還是要釣魚 這是千島湖啊 就在上海 他們有兩個實習 一個是生產實習 一個是捕撈實習 這是捕撈實習的時候拍照 然後... 我們兩岸... 魚的處理方式好像有點不一樣 你們那邊好像冰很貴一樣 都不把魚冰起來 我們都... 抓到就趕快冰 你們就直接丟著 有人要嗎? 哈哈... 因為我還想你幹嘛 不知道 然後這是巨王埔 喔... 這個照片是我拍的 我覺得... 這個照片拍得很漂亮 因為魚業... 現在大家要講它是 西洋工業嘛 然後魚王的閩南話叫希望嘛 就等於希望的意思嘛 希望這個... 未來西洋工業 還有一點點希望 可以讓我繼續活下去 好...謝謝 那因為我們其實還有... 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 對岸交換學生的時候 就有看到什麼樣子 看到什麼樣子 喔... 抽菸喝酒 四二嫖毒 透白牆片 堅毅如月 樣樣都不為 那個... 喔... 我講一下中國各地喝酒文化 我去... 河南喝酒的時候 我同學的爸爸就問我說 呃... 你要照外面的規矩 還是照你們... 我們河南的規矩 我說... 入境水俗吧 照你們河南的規矩 然後他就跟我喝白酒嘛 他就倒了三杯白酒給我 我以為喝完三杯就沒事了 沒想到他又突然唱了五百的突然的自我 他又泡了兩杯 然後跟我說接著喝 然後我喝兩杯他喝一杯 然後再來我喝一杯他喝一杯 等於我喝了六杯他喝了兩杯 我就問他這什麼鬼規矩 然後跟我說... 喝那以前窮 要讓客人先喝得開心 所以... 酒是很珍貴的東西 所以讓我先喝 我說... 你們都富人不需要這樣 然後到新疆 我去新疆是六月 剛好遇到恐怖攻擊 然後... 那個旅館都沒有啦 那境外旅客也不能進去了 我是剛好坐在火車上面 他剛好發聲 所以我不知道 我到那邊... 蛤...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因為... 中國火車是臥鋪嘛 就跟上面的人聊天 聊得很開心 他說... 要嘛...你來我家住吧 喔...好啊 然後就去他家嘛 然後他就拿那個酒 伊利王酒 看一下酒精露出 72度 然後我跟他說... 大哥... 這個要對一下 不然會吐 他說...對我忘了 是外地來 跑進去又拿了一瓶酒 伊利老教 42度 他把兩瓶加在一次 然後拿一個白色的碗出來 跟我說... 嗯... 我們這裡喝酒呢 端得起來就要空著放回去 算你很 然後... 大概就這樣 就一直在喝酒 喔... 我要回來的時候嘛 就我同學一直要灌我酒 然後就問我說... 灣仔 你到底多能喝 想說要走 抽屁一下 然後就比個一 然後同學就說... 到底能喝多少 一斤喔... 咬頭... 咬頭... 喝一車啊... 一直喝 然後回來的時候... 學分都沒有修 因為都一直在跑 然後張清風校長就問我說... 你去那邊幹嘛 我跟他講說...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 行萬里路不如月人無數 月人無數不如跟著清風校長的腳步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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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校長跟他講說... 秦遠啦... 你的腳步我追不上了 你跑了八個繩 我都沒去過那麼多地方 我說...我插著旗子等你去跑 好... 大概是這樣 謝謝 接下來就5分鐘QA時間 有什麼問題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問 離我家比較近 彭湖離我家23海一 我在船跑30幾間 開過去45分鐘就到了 因為我那時候 我原本要去新加坡讀書 然後我就跟我們那時候 高中填資源要填那個什麼區什麼區 然後我媽就說 她想說幫我換個環境 讓我去新加坡 打死不承認趕快填一填趕快跑 然後就到澎湖讀書 然後我同學住西域 他們坐公車要坐一個小時 因為我三年都當班長 然後叫我班長 說班長你每天開船來上學很囂張 我說你坐車都要一個小時 我開船45分鐘就到了 你還比我慢欸 好好好帥喔 好好好帥喔 然後 就來台灣的時候 人家都以為我是泡沫 還問我說你是騎海豚上學嗎 我說我會不小心把海豚抓上來 哈哈哈哈 你怎麼會有錢買一招 因為到漁場不到千萬 不用啦幾百萬就有 那你有幾百 有啦你從國小三年級 那時候開始捕魚 然後我們捕魚就會分嘛 假設船上今天有三個人嘛 他的錢是這樣分的 假設今天賺六萬塊 船先分走一半 就分走三萬塊 剩下三萬塊剩下幾個人再分那幾萬塊 然後就一開始那時候 漁業就夕陽空面 那時候還好賺 烏魚還蠻多的 然後就抓抓抓就累積到一點錢嘛 然後就拿錢 以前不知道買什麼啊 就拿去買船 然後那時候船又可以 然後買那時候也是買執照啊 然後這些船都是後來在造的 以前就買一張紙 他的漁業執照啊 這樣 他現在就騙政府的請領補助 撐得越久領得越多 報修漁管啊 漁船用有補助管啊 我交換一個問題 好 下次可以跟你出去 我會一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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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台上焦點嗎 有關在外山頂桌上面嗎 那個燈塔下面 還有一個問題 講問 那現在台灣不是養殖魚也比較新盛 然後反而大家說那個 就是原陽反而比較 就是 魚都快捕光了 是真的有這種吃嗎 真的啊 會影響到你們嗎 呃 現在魚的價錢跟以前差很多 我們以前浮魚啊 魚只要超過兩百塊塊錢 要太好價 現在兩百塊的魚看到 齁 怎麼這麼像這樣 哈哈 然後 以前的浮魚 就以前抓浮魚啊 每天都很 很腳穩的 就每天都有 每天都抓個一兩千尾 抓一兩千尾就很少 就不想去抓了 一天就抓個幾萬尾這樣 腳穩腳穩 不錯 然後現在是看到魚群網子好 一個下去就抓很多很多 像如果現在看到魚群 一台船 隨便要抓他幾萬尾 都有 就怕看不到而已 怕他不來了 所以你是拖網 沒有 是赤網 赤網 然後 我們在不同的海域 有做不同的那個 像現在在八頭子這才是那個拖網 然後 在雲林的是赤網 然後在澎湖的是延伸釣 然後我有很多台 很多台船 然後 有些人就 沒有錢嘛 然後你就請他來當你的船長 然後 其實你現在都不用自己出海了 就會給人家出海 然後再抽成 然後 其實我也沒有抽他成 我叫他魚給我賣這樣 然後我再跟他抽中間的那個 你懂的 絕對沒有把你賺錢摸到龍心在看過 還有 還有 你剛剛跟我說過 你那個人有在搞 你不想走私嗎 對不對 對啊 你講這麼大聲我都知道 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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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想不太想 分享給他 分享給他 有時候沒關係 現在沒有在做 我到時候跟他說我好想 你有沒有幫忙有趣的事情 走私喔 有 有一次 晚上 他們在走私 那一次我們有去 然後船 台灣有河 所以很好走私 船開到河道裡面 海峽就追不到了 然後我去幫忙搬東西的時候 還有一個箱子 然後我問叔叔說 你今天走什麼 他跟我說 找人 然後又黑黑的 突然打開我真的嚇到 又看到兩坨黑黑圓的東西 靠 後來仔細看 兵馬用的頭 被帶過來了 然後還有 在捕魚的時候 跟我同學去捕魚嘛 然後就開開開到一半 我們在那邊拉網子 突然有人問我們說 欸少年欸 請問一下 台南要怎麼走 那個走私的他們那個船 那個衛星壞掉 他問我台車怎麼走 然後同學 不知道怎樣 神經瘋了 還怎樣 隨便給他亂比 往北邊給他比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 謝謝丟兩顆香菸給我們 然後跟我說 謝謝喔謝謝喔 然後就開走了 我跟他說 靠北你聽那個 台南在那邊 然後他就開走了 我不知道他最後怎樣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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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們的朋友有問題 再兩個問題 最後兩個問題 那我可以問一問一下 因為我們剛才有先聊過嘛 所以我大概知道說 你之前去交換學生的時候 你說有找一塊地 因為你想要做這個刺探嗎 沒有 我們那時候在 上海海洋大學 有到那個 江蘇南通 生產實習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那邊養蝦子 一天42塊人民幣 買一箱酒就沒了 然後42塊人民幣 然後那邊的大哥 他們一天一個月好像3000塊人民幣 然後蝦子價錢很好 你一天隨便都收好幾 一兩千斤的蝦子 然後那邊一斤是500克 然後一斤蝦子是32塊人民幣 等於比台灣的價錢還好 而且他蝦子又比較小 他是60頭一斤嘛 等於他價錢很高 然後那時候江蘇南通政府 剛好在推廣羊蝦嘛 然後他就土地要乘租 然後他就跟我說 現在租一甲 一公頃喔 然後那個 折了下來一公頃 可以租14年 是8萬塊一台幣 然後我就問他說 他要跟我說他沒有錢 不過他要說他想養 然後我就說 好那不然我拿錢投資你 然後你去養 然後到時候 你記得賺錢要還我 還是要給我籌繩這樣 然後我們就跟他 去養 然後後來就找了一個朋友 然後就三個人 湊二十萬這樣 然後去養蝦子 然後三月的時候 就回去看他們 然後就看他們養蝦子之類 然後他們會定時拍照 跟我說 館長蝦子又長大了 我會跟他講說 長大沒用 要看到錢啊 真的嗎 好 時間差不多 謝謝 謝謝 ис疾 就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